男人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跟我的性格还蛮像的 我们俩就是很不争不强 但是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我们又再去做什么 他现在生活中 其实是一个蛮温暖的一个人 像是一个大哥哥的感觉 对自己非常有约束的一个人 你说他平时 就觉得他不怎么爱讲话 但是你有些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那个 暖暖的那一瞬间你知道吗 他真的是一个很暖的人 我觉得就是一个 时儿哥哥 时儿弟弟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漂浮不停 首先对我第一印象 就是冷幽默 我就是他两个特点 一个是冷 但又很幽默 这是一个他的特点 他其实对自己很有要求 对自己有要求是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 他在舞台上变成熟了很多 有一个成熟艺人的 就是独当一面的感觉 那其实在私底下 我觉得他还是保持着他的那个 开心和快乐 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人 他其实有那种反转的魅力在那边 他平时私底上他特别像个小朋友 那他一到工作的时候 又特别地认真 是一边 各地的ot充 发展人 不过来 他担心 好 艺